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的 中央廣播電台自由廣場桑普時間的節目 我是桑普,我旁邊有一位 我認識到很久的一位來賓 這一位就是李家聰先生 沒有先生,是家聰可以的 各位讀者聽眾,大家好,我叫家聰 家聰,我認識你一段時間 為什麼會認識你呢? 因為我知道你以前在香港蘋果日報 任職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而且都是長期的新聞工作者 應該說,逐漸地繼續從事新聞工作 很快就會成為資深的新聞前輩 不敢當,太多前輩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的背景給大家聽呢? 好,其實我2001年加入了新聞這個行業 人生最長的一份工作就是在蘋果日報 2009年開始做就做到蘋果結束2021年的6月20多日 接下來很快就有蘋果集結三週年紀念 為什麼會過來台灣認識桑普呢? 我本來就不認識桑普的 來到台灣朋友介紹,認識了桑普先生 好像有生外 為什麼會來台灣呢? 其實當時蘋果結束之後 都自己想過很多不同的出路 其實都有些大專院校的工作機會 後來因為某些原因就沒有了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做新聞這個行業 我就想我還有沒有機會做呢? 又想想香港這個環境氣候 好像不太適合我去做 開始去很無助 不知怎樣的時候想想 不如先讀書吧 其實我在香港以前 一邊都一邊都有讀書 那時候的研究方向 都是寫蘋果日報有關 今次就是蘋果結束了 我更加想 客觀地寫一個蘋果日報的歷史 我很想紮紮實實地 透過讀一個PhD課程 一個博士課程去寫一個完整的蘋果歷史 我覺得今時今日這個研究更加有價值 因為他真的沒有了 還有我希望用一個更公正的角度去寫 過去好的不好的 大家都知道 譬如陳健康事件這些 我覺得絕對應該都寫下去 或者有一些好處就是 起碼我自己裡面十幾年 認識的人 認識的內部運作 可能我去寫這個研究 會比較得心認受一些 而且價值真的大 所以就申請來台灣讀書 所以我就在2022年的8月 就來了台灣 北京北國間很快很快就來了 兩年 斬眼這麼快 沒想到時間過得這麼不快 是 時間 一閘眼過去了 我自己2020年來到台灣 基本上 之前讀書不算了 如果你說這一次 那我想相當於 差不多四年時間了 那你都差不多兩年時間 差不多兩年了 那這段時間的話 我想都是有很多的 就是覺得有台灣的自由 但是同時也是很多東西的回憶 都是香港的回憶 永遠都在腦裡 那這段時間 講回這個之餘 我們先講回之前的事情 我記得你剛剛跟我說過 你在亞視 亞洲電視 香港的有線電視 成報 都市日報都在任職 但是任職最長的媒體 就是你剛剛說的 2009年 1621年的蘋果 就是總共前後 做了十三年時間 那這段時間 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就是你的職位 或者你的工作 做什麼 我最初入蘋果的時候 就是 他們入面有一些 因為那時候 剛剛 黎智英想搞 online 搞動新聞 其實他搞online 經歷是第二次的 就是二次年方旺 股的時候 都搞過一次 但是好像成效不太大 那這次再搞 他扔成本出來 就很小 不是扔很大塊錢 就像那時候搞admark 那樣的 就是以億計 他希望用小投資 慢慢去轉型 那 那 當初他們找我進去 因為 黎智英搞online 其中一個比較著重的 就是video部分 嗯 那他當時裡面 他就是 就是動新聞這個部門 最初 只是在其他 報紙的部組裡面 抽調那些人過去 那我就應該是 都算是第一個外聘的電視人 進去蘋果做 那我那時候 剛好那個timing 就是那一年我在中大讀Master 剛剛就是畢業 那我想一下 那他們找我 我覺得 又幾好 又沒玩過online 我覺得自己 又做過報紙 又做過電視 還沒做過online 好像有幾大挑戰 那雖然那時候 很多人都叫我不要去的 嗯 尤其是一些 可能在蘋果做過的人 出來的那些 一些舊老闆也好 什麼都好 蘋果很複雜的 很政治 很多山頭主義的 有些人就說 肥佬玩這些 玩一年半左右 又不什麼的了 你進去做一年半左右 沒有份工的了 那我那時候抱著就是 我進去做小薯仔 那他們的政治鬥爭 又算有都不關我的事 還有我覺得 難得有機會去 因為我幾喜歡去做一些 新的開創的事 我覺得 都幾好玩 以前你沒做過video這一番 就是以前在這些 video做我做友善 就是看到你這樣的專長 所以特別想發展 蘋果的online video 那我發覺自己背景 原來 進去做之後 後來那些上司 跟我說回 我的背景有什麼好處 對於蘋果發展和新聞 因為 你由報紙要過渡到online 其實你牽涉 要有primmedia的認知 也要有video的認知 那我就是 過去的經驗就是 兩方面我都做過 是 如果你新聞屬性 我都做過很多 我做過體育 做過經濟 主要就是做過大陸新聞 是 在蘋果搞動新聞初創的時候 一個小部門 你什麼都要認識 那就變成剛剛好 適合到他們的要求 是 那 也可以說多一點 給聽眾知道 就是動新聞 動新聞當然就是 跟動畫絕對有關 那 最初做video 我記得那個老闆就問我 愛家聰 你覺得我們平台的方向應該怎麼樣 那 我那時候就馬上想了 我看看環顧 09年那個時候 所謂的競爭對手 有一個很大型的 就是香港第一大報紙 號稱 他已經是 早一兩年已經有個 網絡報門 就是做片的部門 那 而他的班底是 TVB 一堆很年輕人的前輩 就過了他的 是 就是廖宗平為主 廖宗平就是 一個 就是 當年大家搜尋一下新聞 已經看過他報新聞 一個很資深的前輩 就是由他帶領的團隊 但是我覺得 他們的平台就走不出TVB 那種味道 走不出傳統新聞那種味道 那我就跟我老闆說 如果我們又照樣做回 同一樣的事情 那為什麼你要看我們呢 或者為什麼 他們不看電視 要看蘋果呢 那 我就想 其實新聞 是不是可以做得輕鬆一些呢 因為我看很多 research 香港那時候 都有五六成人 是不看新聞的 尤其是政治新聞 覺得新聞很悶 我就針對悶這個字 我就想 咦 其實可不可以 稍微 轉一轉 我們用一個 類似頭條新聞的形式 去報日常新聞 即每天的新聞呢 那 那蘋果有道 非常之好 開心的 管理哲學 就是 你試吧 試不合 就轉 有錯就改 肥佬經常說的 Trial and error 那就是試 於是 就真的殺了一條血路出來 嗯 當然 你殺了一條新血路 當然也不批評了 學術界也好 或者資深的前輩 就會覺得 新聞不應該搞笑 但我整個概念就是 第一 如果別人看完 笑完之後 都多多少少知道 今天發生什麼 我覺得是成功了 而 也都 看到這個 research就是 我們是扩大了 看新聞的頂 因為我當初的目的就是 我覺得是 我們要爭取的 就是不看那些眼線 然後再慢慢去修正 所以大家看到整個 動新聞的過程 可能大家覺得 那些動畫可能很離譜 或者太搞笑 到慢慢去到 最後的五六年 尤其是19年之後 大家覺得 蘋果去做這麼多 這麼正經的專題 甚至乎 整個個小時的documentary 都有做出來 大家就看到變化 但因為這些事情 所有的過程 其實我也是參考 蘋果日報報紙 如果大家在報紙開頭 總之很搶眼的圖片 很誇張的標題 或者很廣東話式的標題 這些以前的新聞界 是不接受的東西 當它搶到讀者的 readership之後 它慢慢就會修正 一直慢慢修正 大家覺得 變了很多調查新聞 很多踢爆新聞 和以前最初創的蘋果已經不同 我也是走回同樣的路線 有趣的一個經驗 如果這樣說的話 很多新聞的原則 你堅持著的 只不過你表現的形式 是使得更入心 讓大家都明白 你覺得新聞要堅持什麼原則 我堅持幾件事 第一是真相 最最最最重要 第二就是監察政府 第三就是客觀 為什麼我會把客觀放在第三 因為我覺得客觀這兩個字 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就算是學術界 就算是美國新聞的學術界 對於客觀這個字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什麼是客觀呢 有些人就會解讀為 一單新聞報出來 就各打五十大板 就像現在 就是某台 以前的做法 就是家裏做一單東西出來 一人罵一邊 一人贊成 又不贊成 什麼都說了 但是我認為的真正客觀 就是記者 本身 不會因為某一個人 而偏向某一個人 而是用記者的專業知識 去有批判思考的角度 去寫一單新聞 當你存在批判思考的時候 就不會做到各打五十大板 是絕對做不到的 所以 究竟什麼叫客觀呢 所以美國新聞界 學界 都會 爭論客觀這兩個字 以前讀書的時候 都不明白 新聞要客觀 但新聞要有批判性 但批判性和客觀好像很矛盾 所以我會擺第三 但當然 做新聞 我認為就是 你不應該 因為我和這個人朋友 有壞事我不報 有壞事我照報 這才叫做合觀 也不會因為個人偏好 我個人偏好是這樣的 我就拜你多些 我就寫少些些壞事 這就是不合觀 而不是說 任何東西 總之計算字數 兩分半鐘新聞 一人分幾鐘 一人一邊說話 你見很多電視台 或者電台都是這樣的 有市民說贊成 下一句 有市民也不贊成 沒有意思 這些新聞 你看現在很多新聞都是這樣的 是的 很多這樣的問題 剛才你說自己是個小鼠仔 我看不是 小鼠 你做了總新聞主任 幸好 畏高權重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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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很幸運的過程 因為 就是動新聞 剛剛開 我剛才也說 我是比較少數在外面請回來的人 是 有少少貢獻 這樣 想一些事情出來 就得到 各個老闆的認可 是的 那個部門就 最初記得好像是二十多人 到後來 整個部門的都一百人 一百人 有剪片 又有其他部組 總之 又分又來又合 挺有趣的 你帶的隊伍 整個百人 也不是全部我帶的 但都可以看到 直接間接 都可以看到 所以這個隊伍 基本上如何運作 每天如何去做事 新聞如何去做 你的工作 有網上的新聞 基本上網上的新聞很多 所有動新聞都是關你 董新聞 後來 因為最初我們都是 專注於 做董新聞為主 後來 一路發展了 即時新聞 後來 再做很多的節目 作品 作品 最後一個比較大的項目 就是大家以前 在蘋果臨收檔之前 都看到每晚930 一個新聞 稍後可能多些時間 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 內容 挺有趣的 就是我看你 做記者 我一直覺得是很有興趣的 所以我做律師 但我覺得 以前有個前輩跟我說 如果一個人 畢業之後 可以有一段時間做記者 我想是 你對於人生的看法 對於社會的看法 是截然不同的 這句說話 真是很 因為所有新聞學院 基本上的老師都會這樣說 新聞之後 你做記者 又不會窮得去哪裏 但也肯定不會富貴 甚至乎我覺得 做記者的薪金是低的 是 May姐近日就說 做新聞會很發達 不不太發達 都OK 其實這句說話 都很多行家批評 因為 每個人去到他這麼高 有金指金 當然是固然富貴 但是 很多都是 低下街 一萬多二萬元 個月 很多年都是 但新聞就真的好玩 所以很多前輩都 教書的人 或者我以前 在香港教兼職 我都跟學生說 你走出來 做兩三年 其實都是人身體驗 是 有趣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我們下次再繼續跟家聰對談 好 稍後見 行 謝謝 你看 SC